也要提升台湾的观光力 东京将举行世界旅行博览会 那么这次台湾会推出的摊位最多 并且会在现场贩售旅游行程 鼓励民众到会场抢便宜抽好康 台北市则邀请了AKB48来担任观光大使 记者会的现场他们是亲自试作芒果冰 希望能够推广台湾的美食 收到日人贬值以及台湾人到日本旅游人数暴增 压缩了日本旅行社的机位 今年一月到七月日本访台旅客 比去年同期负成长百分之六点七六 所以这次台湾观光宣传团到日本参加 东京世界旅行博览会卯足全力 希望可以让最后的三个月访台人数暴冲 台北市找AKB48担任观光大使 主题是时尚可爱女子会 女子会是日本今年流行的话题 指的是年轻单身女性的主题聚会 北市观光局希望借由这个概念 吸引日本女生一起到台北吃喝玩乐 渡边马友是今年AKB48总选举第三名的明星团员 他和担任总监的高桥男今年一起到过台北 到过台北的AKB48都念念不忘台湾的芒果冰 记者会现场准备配料让他们自己动手做 但是为了配合媒体拍照一口都不能吃 高桥男说站在旁边都闻到芒果的香味 希望回到后台可以多吃几口 联合报东京记者雷光涵报道